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的时候我还是觉得看着古诗词 还是我作为我这个岁数的人去看 去写 等到一录音的时候 在录音棚里头 我就特别激动 就是说这种古诗词的东西 通过小孩唱出来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原来出生在日本 那么上的幼儿园是小 日本幼儿园 所以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 我完全是属于 就像一个国外的人 出生在那儿回来 我需要更深刻地了解 所以每次孩子演出 我都是在录音那儿 就是老是止不住的眼泪 所以这个新学堂歌的创作和演出 产生的社会效果 是我人生在这之前 写了那么多的流行歌曲 我没有感受到的 学堂乐歌呢 是外国人的调 中国人的词 所以你就是唱到什么时候 那个调 外国人听了会觉得 这是我们的歌啊 是不是 跟中国人没关系 那么我呢 他现在写这个呢 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的 是用我们古诗词 唐朝的诗 是吧 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写 所以当时我就讲呢 取他一个学堂乐歌 我就叫做新学堂歌 那我们知道今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由于疫情的一些原因 我们的生活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那您觉得音乐对生活的意义 特别是在现在有疫情的情况下 您觉得音乐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有了疫情 我更感觉到有了音乐的伟大意义 这疫情期间我倒忙得更厉害 要写的歌很多 很多人有想法 就给我寄来了歌词 我就写一首 第一首是写的那个 再一次相约20年 就是去年的年底 到今年年头 因为我原来写过年轻朋友 来讲会 后来20年以后再讲会 那么今年又是一个20年 所以我就想呢 虽然这个时候没有人唱了 也没法演出 也没法录音 但是我说写不写是在于我 这个时代给我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更给了我音乐 创作和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